美国总统川普在英国进行两天工作访问之后 飞往苏格兰自己所属的高尔夫球场度周末 各界如何评估川普总统这次的英国之行 下面我们连线VOA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 静玲你好 你好 静玲我们知道川普结束了他在英国的两天工作访问 是否可以为我们评估一下 英国各界是怎么看待美国总统这次的访问 好的 川普他虽然已经在昨天晚上伦敦的时间离开了这里 那么抵达了苏格兰在那里要度过周末 但是反川普的团体呢 今天在爱丁堡仍然是持续进行大规模的示威 英国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系列性的全国示威 那么外国元首到访这样的政战更是非常的罕见 英国语人认为呢 川普这次访问 英国政府是摆设了传统的疑点 卖力的配合演出了一场非常可笑的政治秀 但川普仍然是不给英国延面 批评首相梅伊的政府的这个脱欧政策 还抬出了英美贸易协定作为威胁 所以整个访问 英国政府是维持了礼数 但英国人却觉得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侮辱 那静麟 英美两个盟友此刻到底想从彼此取得些什么 川普总统这次的访问 他访问英国是否会让两国的关系更加坚实 是的 英国很明显的是要在脱欧这样一个艰困的时期 得到美国这个大西洋传统老盟友的支持 但是美国川普政府它似乎是一个 似乎表现的是不得不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关系 但实情是川普他所诉求的是利益和交易关系 而不是大西洋关系的一个传统价值 所以川普和梅伊虽然都强调了两国的特殊关系 和英美贸易协定他们会一定会协力把它完成 但问题是当两国在政治的价值上的差异 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 这种所谓的特殊关系还能够维持久久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 感谢记者张静玲在伦敦的报道